同学们好,下面来看一个重点的名词,叫做哲学家 跟老师先大声读两遍 philosopher 再来一遍 philosopher 叫做哲学家 那么同样的这个词干脆跟哲学同时记住就好了 再读一下哲学这个词 philosophy philosophy 那么这两个词的拼写特别类似 这里面有字根的,所以特别好记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phil phil,这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在字根中表示love 爱,喜欢,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phil phil表示爱,喜欢 后面这个logy 这表示语言或者语文 所以放在那块爱语言 叫语言学或者语文学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philology philology logy可以表示语言或语文的意思 同样语言学家,语文学家 把那个y去掉边的ist就好了 再来面 philologist philologist 叫语言学家或者语文学家 所以这个phil表示爱的意思 这个词跟常见 后面还有一个拼写的叫 soph ph 这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表示wisdom 就智慧的意思 一般跟聪明智慧相关 是这么一个 所以你看 还有相关的词汇 像大二的学生 我们说大一的学生叫freshman 大二的学生 智慧更多一些了吧 智慧再加更多 中间这个字母 o连在一块 我们大声读一下 sophore sophore 叫做大二的学生 还有一个呢 叫做这个 有经验的 有事故的 圆滑的 或者表示什么机器 高精尖的 高级的 尖端的 那跟智慧相关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表示人呢 赋予经验的 事故的 圆滑的 有经验的 值机器等等 高精尖的 这是智慧 你看这哲学 刚好是爱智慧 爱智慧的人研究哲学 哲学是爱智慧 爱智慧的人 就是哲学家 philosopher 就好记了 所以这个词呢 个儿比较大 容易拼错 我们用通过字根 来记就好了 而且同时 可以把相关的 一些同根字 同时记住 我们是不是 记起起来 更快一些了呢 好 这个单词 我们跟老师 就学到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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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